卓卓风流,从女性视角出发,将故事融入到整部剧里面,与大多数古偶剧专注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不同,卓卓风流,更偏向于主角的事业线。 卓卓风流,讲述身怀家国抱负的王爷刘衍、冯绍峰氏和独立自主的女官穆卓华,景田氏,他们一路相识相知,相互扶持的故事。 反抗传统婚姻制度,一心讨取公民,以相识第25名讨取公民,成为女官。 但这一路上有着不少的阻挠和挫折,她用自己的聪明镜化解很多的问题。 在她晋升的道路上,遇到了战神刘衍,刘衍愿意给她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,两人从一开始为了各自目的地互相利用,到成为携手守护天下的传奇佳话。 慕卓华平一己之力,开创了女子也可入朝为官的新局面,让百姓的日子变得清明和谐,安居乐业。 卓卓风流,改编自随语而安的小说,曾风流,原著就有很多书粉,影视化后一直备受关注。 不过,大多数影视化的作品都怕遭到魔改,但卓卓风流的剧粉们大可以放心。 编剧《汪红》曾担任过《思藤》、《花琉璃一文》等多部有小说改编的影视化作品,对改编的尺度拿捏得非常到位。 而且,卓卓风流的导演实力同样不容小觑,曾指导过《沿袭攻略》、《百岁之好》、《一言为定》、《锦心四语》等多部热播剧,非常擅长镜头语言的使用。 有着两人的合作,卓卓风流,赢得好口碑,不成问题。 作为一部带有励志色彩的古装剧,丰满的人物群像必不可少,而卓卓风流,在悬角上的确有两把刷子,每一位都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。 第一位,景田。景田曾经也是人红系不红的代表演员,身上贴满资源咖的标签,出演过《战国》、《警察故事2013》等多部作品,也没能混个脸熟。 直到参演张艺谋指导的《长城》,才让景田受到关注,之后凭大唐荣耀、思藤,获得超高人气。 从卓卓风流的预告片来看,景田扮演的穆卓华基本满足了原著粉的期待,一个心存凌云之至的女性形象立起来了,在她的演绎下,观众能感受到女性力量的无限魅力,有着满满的代入感。 第二位,冯绍峰。 冯绍峰对角色的可塑性很强,不管是《公所心域》中的巴阿哥,还是《蓝灵王》中的蓝灵王,又或是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》中的顾廷叶。 他饰演过的角色总会让人过目难忘,演技也得到观众的认可,还凭借《狼图腾》,拿下百花影帝。 在《卓卓风流》中,冯绍峰饰演致勇双拳铁汉柔情的刘衍,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优雅气质,剧中当朝廷百官弹劾木卓华时,刘衍厉抬重义,霸气十足,内敛的表演,有种暗流涌动的张力,这演技让人大为称赞。 第三位,王立坤。 王立坤有着清冷的气质与精湛的演技,美人心迹终将聂事两种极端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,对其热情泼辣,很独等情绪的把控,非常到位。 在《北京青年》中,凭借游刃有余,张弛有度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浊浊风流的预告中,王立坤不经意的眼神,就把儒家公主内心的毒辣完美地展现出来,一个镜头就将儒家公主这个反派的形象立住了。 第四位,徐海桥。 徐海桥凭花千古中的《孟玄朗》一脚走红,之后参演了《当家主母》、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等作品,在《孟华路》和《苍蓝绝》中的有着精彩表现让她知名度大开。 近期,因与杨阳合作拍摄《凡人修仙传》,也为她带来不小热度。 这次她出演《卓卓风流》中的沈金红一脚,风度翩翩的状元狼形象与她非常契合,由她饰演这个角色不会出错。 卓卓风流终极剧情、爱情、古装于一体,剧中每个人物都有着独特的人物形象与命运走向,赋予了角色更深层次的内涵。 而且,这部剧打破传统观念,展现了女性的力量,还融入了符合现代的元素和价值观,加入更多的视觉效果和戏剧张力,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感谢观看 十字架